馬仙中最近要去訪問大陸的事情 我想在我們國內媒體 沸沸揚揚 大家吵得很熱鬧 那我覺得你像是從四月份 清明時節雨紛紛的 陸上行人欲亂魂 那麼他要去大陸 要記住帶來年輕人去 我覺得這個時間點選的還不錯了 還不錯 他很重視傳統文化 我覺得這是很好 那你把這個事件 大家一直不斷地誇大 說會有什麼影響 我用三個字來形容 我用三個字形容 你從這個 這個形容主要是來自於 你從蕭续成他執行長 之前發表這個新聞的時候 講了幾點 然後再加上國台辦的回應 表示歡迎等等 你可以說三個 就是這次他的訪問 我個人覺得不會有意外 不會有意外 不會有意外 不要過度期待 不要期待 沒有意外 不要期待 當然對兩岸關係 就沒有突破 沒有突破 你覺得兩岸關係不會有突破 沒有沒有 現在我看很多網紅 我們看到很多網紅師 還有重大突破 對兩岸關係 未來發展 會有什麼重大的一個 提供一個什麼重大的訊息 或者是習要借這次這個二度跟馬安九的會面 會有對兩岸關係這方面 會說些什麼 我個人覺得就是說 這個大陸這個政策 對台政策 其實未來一段時間 他這個兩會已經講得很清楚了 包括習最後的這個拍板定案 包括這個宋濤的講話 包括李強的講話 還有最重要的在兩會前的王滬寧 對台工作小組的這個講話 已經講得再清楚不過了 所以我覺得這是跟馬的見面 不會有超過兩會之外的這個論述 所以我覺得不會有什麼意外發生 Big surprise 沒有了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們就這個不要去過度的去期待了 那既然沒有期待的話 你會會 我前天看到媒體上面有一個先生 講會產生重大的突破 我說不會 完全不會 就是一個人之常情 因為這次習馬去 那麼在我記得當時在 第一次馬去會 在新加坡的時候 大家已經講過後衛有期 是 那後衛有期呢 你現在到大陸 那麼就時間點來想 現在應該是下個月以後 習有很多別的事情要做了 他可能要外訪等等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現在這個時間點見面 就是你來了嘛 既然是老朋友 過去見過面 利用這個機會大家再見見面 那當然也會談談 或者是會談談 就當前的兩岸關係發表一些 交換一些意見 但是我剛剛已經講了 這個不會超出兩會的預期 還有你今天 你要傳達訊息講給誰聽 現在主要執政的是民進黨當局 是 那麼這個馬 他當然不能代表這個民進黨 你看看最近這個 還沒有去這個綠營 很多人就已經開始在人家抹紅了 對不對 然後消息成執政黨還出來辯護了 對不對 就已經這個樣子了 所以他不代表台灣掌握權力 權力是在主政是在民進黨手上 他甚至不能代表國民黨 所以他是代表自己 代表基金會 他畢竟有他的高度 他是一個卸任的總統 對他的卸任總統 那你期待他能講些什麼 一個卸任總統 但目前這麼一個特色的環境之下 他還沒有去就已經被抹紅了 對不對 所以不要給他壓力 我想現在大家對這件事情 越把它大當旗鼓的來談的話 那麼就會給馬先生 馬總統就很大的壓力 很大的壓力 反而會給他很大的壓力 反而會給他很大的壓力 所以我不認為這件 會對兩岸關係 會有產生任何重大的影響 那麼如果民進黨想從這個馬英九 這次或者習這次談話裡面 要想學習到什麼的話 我覺得他們應該把兩會 把兩會 把兩會 這個中共的 我剛剛提到這個領導 相關的領導人 色彩事務這些人 要把他們講的話 再仔細地揣摩一下 再仔細地去研讀一下 會比這一次這個馬總統去北京以後 跟他的這個談話裡面 在裡面去這個咬文餃子 或者是要來得好一點 所以不必要太把這件事情太那個 你真的是給馬總統太大的壓力 太大的壓力 我們聽起來這個趙老師 對於這個馬英九要到北京這次的訪問 我們似乎覺得沒有太多的意外的期待 我想問一下張老師 但是有人認為說 馬英九到大陸去這一次 習近平其實是藉由見他 要跟台灣也好 或者是要跟美國也好 有一些的談話 老師怎麼看 我覺得剛剛主持人談到說 馬英九這次到大陸去 會不會開啟一個和平的曙光 我認為可能講曙光太多了一點 這個亮光還沒有到曙光的程度 對 現在或許就是兩岸黑夜中的一個煙火而已 煙火 那也註定會閃爍一下 但是他要產生什麼實際照亮的效果 可能正如同剛剛春山兄所談到的 實質的效果 促進兩岸關係的改善的效果 我個人覺得還是要持保留態度的 那這一次的訪談呢 基本上我們知道馬英九先生到大陸去訪問 他這個行程方面是一定經過相當程度的安排的 那這一次包括到廣東到西安 還有包括到北京到陝西 那廣東毫無疑問的 這邊是馬英九先生所期盼的 因為廣東特別在今年的黃埔百年 那廣東又是孫中山先生的故鄉 所以他可以凸顯中國國民黨 他的一個色彩 那第二個到了陝西 特別要祭祭拜皇帝林 那我想北京方面非常清楚的 透過這個祭拜環境來展現出 其實兩岸都是中國人 都是中華民族一個重要的一個內涵 那到了北京 當然馬英九先生自己說漏嘴了 他說要拜會老朋友 那現在的馬英九去的話 一定是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之級的 那現在中常委這幾個人 大概只有除了習近平以外 其他馬英九先生並不是非常熟識 應該不算老朋友 所以換言之跟習近平見面 可能是必然會安排的 那習近平總書記為什麼要見馬英九呢 我覺得這是北京在這個局裡面 當然他是有所他的一個政治目的之所在 那再一方面呢馬英九先生大概就是配合演出了 什麼樣的政治目的 我想第一個嘛 就是我們知道 大家都知道民進黨這執政這八年以來 包括最近這個二一四的金門事件以來 其實大陸的內部啊 基本上鷹派的聲音是非常強烈 那但是在這個過程中 習總書記其實他是堅決的 所謂主張和平統一派 有時候開玩笑講 好像現在大陸主張合同派的 只剩下習總書記 其他人大概武統的聲音都比較高漲一點 那我覺得其實馬英九先生 藉這個機會到大陸訪問 對習近平先生來講 他可以緩和一下大陸內部民意的怨氣 我想這對於緩和兩岸的關係 站在習近平總書記來講 他有可以達到的一個目的 那第二個呢馬英九先生他這次去 因為馬英九先生卸任總統 已經八年多了 包括今天520以後也沒有這個 隨時還有衛隊在方面保護了 所以他在台灣 但是他還有一些新聞性 但是馬英九先生的重要性 嚴格來講 大概已經在台灣的政治舞台上 剛剛春宮也在講 包括國民黨 可能對於馬英九先生的一些主張 都不見得百分之百認同 所以說馬英九先生他在台灣 他有新聞性 但他的政治重要性 其實並沒有他的新聞性這麼高 那因為他的新聞性很高 那習總書記跟馬英九見面的時候 我相信習總書記會重新的重申 九二共識跟一個中國的原則 以及習近平對於和平統一的 這麼一個堅持 那透過馬先生他的一個新聞性 我覺得對於全世界的傳播 包括大陸內部的傳播 當然對於台灣內部傳播 也會有一些相當程度的一些效果 所以我認為說 包括要跟馬英九先生見面 我覺得是習總書記主動提出來的 也就是在這一個兩岸政治的舞台上 馬英九這次的出現 是有助於習近平先生 他要表達他想表達的東西 所以我的看法就是說 你要讓他打成什麼樣的實際的效果 對兩岸和平產生一個巨大的貢獻 我覺得要畫個問號 因為畢竟現在的執政者是民進黨 民進黨對於兩岸關係 有他們一些結構性的看法 那現在國民黨黨中央 對於兩岸的論述 也有他的一些看法 也不見得跟馬英九是完全一樣的 所以我才重複來講 馬英九這次去 他的新聞性很高 但是他要對兩岸關係 產生實際的突破 我認為這個是有一點 差不多太過了一點 我想這是對馬英九先生 可能帶學子去大學 去北京到包括大陸的交流 可能必須要有一個 基本的一個認識 老師我持續要再問就是說 因為像是賴世保他也認為說 這次如果馬英九 見了習近平之後 可以讓大陸不否認我方的治權 回到憲法的精神 那麼就算是一百分的 那老師怎麼看 馬英九的表現 怎麼樣算是滿分 或怎麼樣才算是一個及格 馬英九先生 其實他現在跟我們來講 就是一個老百姓嘛 他講任何話 他沒有任何的政治意義所在 只是他的新聞性很高而已 北京要不要否認台灣的治權 要不要接受治權 跟馬英九先生 沒有一點毛的一些關係 這是北京 北京將來在處理像金門 二一事件的時候 或者處理兩岸關係的時候 北京有他自己的做法 那如果今天兩岸要處理 兩岸治權的問題 或兩岸主權的問題 我必須要講 這是執政黨的責任 但是國民黨也必須有 他自己一套完整的主張 今天國民黨自己不去思考 怎麼處理兩岸主權 跟治權的問題 國民黨對於九二共識的看法 國民黨對於一個中國的看法 國民黨上上下下 幾個領導者的講法都不一樣 那民進黨講得很清楚了 兩岸就是互不隸屬 民進黨對九二共識不接受的 民進黨不接受一個中國原則的 那我請問一下 你怎麼會寄望於馬英九先生 到了大陸去以後 就把兩岸治權位置給解決了呢 或者他是一百分呢 我覺得這都是講法 太過了一點 非常不清楚 所以我的看法就是 馬英九這一次 我跟春宮的看法是 比較相接近的 真的 他就是一個新聞事件 而北京希望利用馬英九去表達一些 北京希望達到一些政治目的 而馬英九恰恰好在這個過程中 最能夠符合北京的政治需要 所以北京就安排 馬英九先生跟習近平見面 習近平不會無言無語跟馬英九見面 大家也不是閒得沒事做的 請你去 記得我主動要求馬英九去 所以換言之 習近平要透過馬英九 要傳達一些政治訊息 這個訊息 絕對不是要改變兩岸的基本的結構 而只是讓台灣民眾更能夠了解到 北京的基本立場是什麼 而這個事情的聽眾 是一個曾經做過中華民國總統的人 請問一下 這個聲音是不是比較大一點 找我們去沒有意義 我們去沒有新聞性 講的得以白講 所以我覺得從這個角度來看 必須從新聞性的角度來看 去認識馬英九 接受習近平的邀請去訪問 但是絕對不要從兩岸關係 可能會實質地突破 這個角度去看 所以我剛剛一開始回應主持人講 你如果把它當成一種和平的曙光 那個太過了 他或許就是兩岸黑夜中的 一個閃爍的一個煙花 那馬上時間過了以後 就散掉了 聽起來這個趙老師跟趙老師 都沒有那麼多的期待 對馬英九這次的訪問 我接下來請教一下趙老師 因為趙老師 跟民進黨的關係 稍微比較緊密一點 以前更比較熟悉一點 老師怎麼看 先講說 如果從美國的經驗來看 就是說下台的總統 相當程度他還是可以扮演的 某種的非官方的角度 角色 那當然就是還要分就是說 他是執政黨還是在野黨 因為一些畢竟 不管是小英或者是賴清德的話 都是民進黨的 馬總統是國民黨的 那除非說是不是民進黨要拜託他 是不是坦白講就是這樣子 那小英要下台的他能授權什麼嗎 那如果說賴清德說不定 我說說不定如果賴清德 他真的什麼線都沒有的時候 也許我只是這樣講 那未嘗不可 但是我看到應該是陳建仁吧 是說他講得很強 他講說你去那邊要講什麼 我說你去那邊是要當何四老 你是要叫他去踢館嗎 你這是強人所難嘛 我坦白講 你講那個意思 所以我是講說 那他意思就是說 那是不是就把 甚至連賴清德那個線都已經把它斷了 坦白講 就是見不得人家好了 我必須要這樣講 就是說他個人的自我定位 他的民族情感等等這些東西是一回事 那回頭再講說 如果是對岸那邊 是不是需要透過他來傳話呢 我是覺得第一個就是說 兩會那些 大概趙老師剛才提到沒有錯 那些你把它 你看他就講得很清楚 然後臺灣這邊有質疑的時候 馬上他們又會出來再澄清 補了一些東西 比如李強也許他本來那些字不太夠 那我們再加點東西 就是重規重矩 那更何況就是說 這個就是說 因為美國年底要選舉 那也講好這兩岸 臺灣海峽這邊就是西線無戰事 所以沒有有什麼突破的 這樣子的 坦白講 如果說今天是賴清德要連任 那個時候歷史定位在的時候 我說小英跟老共那邊 已經沒有什麼好講 因為那是習武條的時候 他把他完成那個樣子 八百一十七萬票 所以他已經老共對他是小心翼翼 不要被民進黨來當提款機 那這一次我是覺得到 我倒沒有覺得有那麼大的 那樣子所謂的突破的工具性也好 或者是釋出善意等等那些東西 我倒是覺得也還好來者是客 對不對 然後我又說回來 其實馬總統還是有意義 因為我們知道就是說 從一個中國到這個一國兩制 在香港這樣 然後九二共識是目前是一個 大概是可以 大概是目前大家都可以接受 那九二共識是這個馬總統的 然後侯友宜在選選舉的時候 也說中華民國憲法下的九二共識 那大家也都覺得說 大家都可以接受嘛 我不曉得還有什麼樣的 特別的期待突破的空間嗎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 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吃了兩三天 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這個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益生菌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呢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你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沒有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我的推薦碼 CTI798 CTI798有額外的折扣喔